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福蟲荷蘭 對對對 我們是今天的主持人 她是CATTY 她是BUSYSKILL 是的 沒錯 看到我們就知道現在是福蟲荷蘭的時間 現在的你 光看螢幕前的你 是不是非常期待了呢 那我們話不多說 一同來輕鬆長知識 YEAH 新年來咯 新年來咯 是的 那農曆新年要到咯 我相信呢 我們很多人都在想 我要怎樣去 裝飾我的家 買什麼東西 可以讓我的家有新年的氣氛 那我們今天呢 同樣的請到Terence在我們當中 讓他來給我們一點小知識 用少的錢 但是我們可以不止我們的家 把農農的農曆新年氣氛 帶到家裡面 我們有請 好的 好 所以今天我們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 設計的概念來去 裝飾我們的家 就不需要大費周章 可是最主要就是要突顯你個人的 喜好你的個性 你的性格 最主要就是你 一家人都喜歡 是的 好的 所以很快的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的照片 哦 所以 如果 你的家是很少用紅色的 所以新年的話 就是用一個的紅色的 昂啊 昂的配搭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這個的感覺 就你可以換你的沙發的這些的 披露的 的 新年可是卻又有那個氣氛在當中 OK 就很有個人的風味是嗎 是的 是的 第二張照片呢 也是一樣的一些的概念是給你 可以看 我們就像 上個星期我們說了顏色的配搭 你的紅色如果你不要太單調呢 你就可以找一些的顏色來做一些的粉 就是它的旁邊的顏色 對嗎 對 是的 所以你就用紅色你就配一個的橙色 甚至你也可以用一些的粉紅色 OK 這個的配搭就感覺有更多的層次感 是 好 一些的小的配搭如果你不要太多的紅 就像第二張的照片 OK 它只是點綴一些很小的 紅色的 紅色的元素在當中 OK 你就感覺有些的氣氛了 對對對 這個就比較容易 可以做也比較容易achieve的 是 不過你要更簡單的話 你就可以在你的餐桌上 就把一條長的table runner 就放一個小盤 就找一些的紅色的花 一些的蠟燭 這個就可以把整個的你的飯做 馬上就有新年的氣氛 是的 你就不用做太多哦 可是卻有一些很有個人品味 一種比較不一樣的一些的新年擺設 是是 OK 如果有些人是覺得還是要新年 要有新年氣氛比較強烈的 所以這些的小小的白色的風格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 入門家的前面 OK 你可以找一個小的桌子 或者是一個的 你的console table 你就可以放一些的 乾啊 一些的紅色的剪 一些的紅色的新年的 裝飾品 對 你甚至可以放一些的 字 一些的照片 那麼就讓整個的新年氣氛 更有 更強烈 OK 甚至你放一些的酒也行 是是是 好的 第二個呢 如果你是追求更多的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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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層次的話 這個 這個的 tips呢 就是 你可以用一個的瓶子 嗯 裡面你就放一些的層次 再配搭一些的 啊 一些的柳樹 OK 所以這個的感覺 就有新春的感覺 很新春的感覺 很 很不一樣的一些的 植物 跟一些的 啊 白色品的混搭 啊 啊 好 所以最後的這張照片呢 就是啊 一些 更細膩的東西 這些可能你就可以用手工來做 哦 recycle recycle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小孩 跟孩子 對 就可以用這些的 啊 toilet paper tube 來就變成一個 fire cracker 哇 OK 所以 這些都是啊 小小的裝飾 讓你整個家更 感覺有這個新年的氣氛 好 好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 新年的裝飾的tips 就暫時告一段落 是 那我相信呢 當我們想到這些裝飾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用錢買 也可以 有親子活動 我們一起動手的做 那只要你肯動腦筋 做一做 那我想呢 你的家就能夠患然一新 也把新年的這個的春節的 氣氛呢 帶到你家 那我們很感謝 Terence 真的 站起來呢 都帶給我們一些的小知識 那我相信呢 觀眾們也得意不少 那如果你真的還有什麼的需要 什麼的疑問 我真的歡迎你呢 以填下下面的這些的話語呢 然後你的問題也把它放下去 讓我們呢 能夠可以盡量的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們要謝謝Terence 我們這一期的這個 輕鬆掌知識呢 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個星期有不同的環節 有不同的知識要給你 我們下一個星期再見哦 Bye 觀眾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的君子曰 這一次呢 我們要談一談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如何可以變得更加的親密 馬可圖文 曾經說過 一句稱讚的話 可以讓我活兩個月 那如果照字面上的意思來說 如果有人對馬可圖文 稱讚六句話 他就可以活一年了 當然 這個只是很誇張的一個比喻方式 但是他卻表現出了 人與人之間 需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稱讚的話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的話語 來稱讚一個人 來讚美一個人 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表現出 我們對他的關懷 還有愛意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最直接了當的方式 就是對他說 你很棒 你很厲害 你做得好好 我為你感到驕傲 媽咪我回來了 得你回來了 考試成績出了囉 哦是嗎 來給媽咪看看下 哇 不錯啊 女兒 你看 你的話語 哇 98分耶 哎呀 這個 英文是嗎 哇 原來我的女兒 英文 78分 very good 哎 不錯不錯不錯 媽咪以你為榮 嗯 Good 除了存在一個人 我們可以用鼓勵的話語 來肯定一個人 因為鼓勵這個字 它的意思就是 激起一個人的勇氣 還有信心 或多或少 我們面對一些事情的時候 會有點缺乏安全感 會有點害怕 怕完成不到 但是這個時候 有一句鼓勵的話 就可以讓那個人有信心 有勇氣 自己內在的錢呢 可以大大地發揮出來 它會變得更有安全感 媽咪你看啊 嗯 這個很好對不對 是 這個也卡得很好 對不對 對呀 你看這個 Sajara 才剛剛好pass而已 Sajara 哦 歷史啊 嗯 哦 沒問題的 女兒 媽咪知道你每天晚上都很努力做功課了啊 可以pass 算很好了 女兒你知道嗎 這一個的成績不代表以後你的將來就是失敗的 嗯 沒問題的 還有一個女兒看著媽咪 媽咪要讓你知道 無論你的成績考得好或者是不好 你永遠是媽咪的心肝寶貝 哎呦 你看 一個鼓勵的話 可以讓一個人的信心突然也大大增加起來 記得記得 當我們用話語來表達我們愛心的時候 一定要用仁慈的話 溫柔的話 曾經有一個智慧人說過 回答柔和 可以使怒消退 所以記得當我們表達愛心 不要大大聲地講 因為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語氣如何地表達 所以觀眾朋友 盼望我們人與人之間可以更多地稱讚 更多地鼓勵 並且用溫柔的話來表現出我們對她的慣懷 今天的君子月 云柳月 我們下期再見 來哥 看看你的成績 看看 海森叔叔 你可以叫我是Jara嗎 我是Jara 也是Phil的 Jara 我們一起努力吧 各位觀眾 最后的女人 來跟我們分享她們的過程 她們是如何走過這個艱辛的過程 那我們要來歡迎 紫櫻還有Michelle來到我們當中 那紫櫻她是Timothy的太太 而Michelle她就是那一期主持人 信財傳道的太太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她們兩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紫櫻 我知道說你跟丈夫結婚之後不到七年 你們又離婚三年 然後之後再復婚 那就在你們復婚的時候 然後你才發現到原來你的丈夫 一直以來都有吸毒的一個習慣 那我很難想像你當時的感覺 你的反應會是怎麼樣的 覺得被騙肯定是有 就覺得說前選完選 好像選錯人了這樣子 那是很奇妙的 就是第一個感覺 我就向神祷告說 請求神赦免他的罪 因為他所做的他並不知道 然後接下來就有一個意念飄過 就說還好他信了耶穌 再加上當信主的當天過後 他就超自然地被神医治 然後就對毒品完全地沒有興趣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有很大的平安 我覺得自從相信了耶穌過後 他肯定是可以走過來的 所以我並不害怕 所以你是因為耶穌 所以能夠繼續相信你的丈夫 然後也因為耶穌 所以你願意跟你的丈夫一直走到老 對嗎 對 不然你很容易走下去了 是 我了解 那Michelle呢 你的路程可能就比較長一點 我知道說就是你在丈夫信了耶穌 成功戒毒以後 丈夫把你帶到教會去才認識耶穌的 那請問你會擔心丈夫走回頭路嗎 會的 她在戒毒之後呢 我建議她不要出來做工 我擔心她會被以前的朋友影響 又回去吸毒 然後呢 我的丈夫呢 我相信她並不是一個很壞的人 她心地很善良的 我跟她去教會後呢 我知道她所教的都是一些教會的朋友 然後我也很放心 放心她繼續地在戒毒所工作 我知道神會保護她 我也有安全感 是 所以你放心讓她後來也在教會裡面工作 因為你知道她不會被影響到 是的 身邊都是好人嘛對不對 那你覺得現在你的丈夫跟以前的她 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嗎 有很大的改變 她吸毒之前呢 定下三條很討厭的規矩 吃飯的時候不准談天 睡覺也不准談天 然後看電視或看報紙呢 也不准談天 那不用講話了 對 所以我們夫妻之間呢 很少有溝通的時間 吸毒的時候呢 她還有偷家裡的錢呢 還把我給她買奶粉的錢去買白粉 信了耶穌之後呢 她很大的改變 她努力為這個家努力工作 然後把所有的錢都留給孩子上大學 買車給他們代步 而且她也很看重孩子們的教會生活 她說凡事以神為首 她也常跟我談天 幫我做一下的家務 每年都帶我去出國旅遊 然後她也去哪裡的時候 都帶我一起去 所以現在關係很甜蜜蜜了 對 雖然她現在還有一點的老毛病 但是呢 比起以前好多了 是 我很感謝神呢 她改變了我的丈夫 改變我的婚姻 還有我的家庭 現在我有兒有女 還有外孫 是一個很圓滿的家庭 是 真的 謝謝耶穌 是 感謝耶穌 可以看到Michelle的丈夫 真的被耶穌徹底地改變過來 所以耶穌真的是可以 彻底地改變一個人 耶穌真的是可以 彻底地改變 我老公就是被耶穌徹底改變的人 記得有一次吵架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你保護不到我 因為我永遠都是最後一個的 他的優先次序就是先生意 家人 朋友 然後才到我的 然後他那時候的脾氣也非常的大 每次不開心的時候 就把我丟下一個人 然後就跟朋友狂歡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的婚姻會走到分開的地步 然後自從我們來了GA過後 我就看到他不斷地在改變 尤其是在近這一兩三年來 他的改變真的是很明顯 他還告訴我 他要做一個真男人 一個好老公 然後要保護我 以前他很愛面子 他也不肯認錯 他現在就很容易有反省的機會 然後也很勇敢於認錯 然後現在整個人也變得比較柔和 謙卑 然後也不輕易地發怒 還有一件事情很明顯的 就是以前他有一個願望的我 就是他希望可以天天數鈔票的我 然後現在他就會告訴我說 錢可以少賺一點 然後我們就主要就是要以神為主 要討神喜悅 我們的婚姻關係現在 雖然偶爾還是會有吵架 會有冷戰 所以我就 我就常常跟神禱告 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跟神禱告的時候 神就很奇妙地起誓我 我太在乎對跟錯 原來在婚姻關係裡面 是沒有對錯的 是因為愛的關係 我愛我的丈夫 然後我愛神的緣故 所以我當下就立刻跟神認罪悔改 然後後來我很意外地發現到 當我這樣子做的時候 Timothy就很容易把他的心敞開 然後我們也有很好的氣氛來溝通 也很心平氣和地溝通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原來心態對了 在婚姻關係裡面真的是有第二回合 對 你剛剛講了一個 我也很贊同的一句話 就是心態真的可以決定 你的前路是怎麼樣 而且婚姻真的不在乎對錯 愛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對 是 那我很感恩今天可以聽到Michelle 還有子音你們兩位太太的真實故事 真的很感謝你們 願意敞開自己分享你們的故事 謝謝你們 各位觀眾 當我們的生命中 難免會有一些晴天霹雳的事情發生 可是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並不表示這個是我們的結局 千萬不要放棄 也千萬不要認命 因為我們的耶穌他真的很厲害 看看兩位太太的經歷 我們就知道耶穌他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所以不要氣餒 要繼續有盼望 因為耶穌的緣故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願耶穌祝福你們 你目前的朋友們 當我們聽了這幾位的太太們 分享她們的心理日程 我相信真的能夠幫助我們 那我們心目中也有渴望 我們另外一半要改變 但是我們不知道如何 我相信你需要的是耶穌 你需要請耶穌先進入你的生命裡面 那我們帶著耶穌的能力 期盼來幫助我們的另外一半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跟著我一樣做這樣的祷告 耶穌謝謝你 我相信你能夠幫助我 我願意接受你成為我個人的救主 主耶穌我承認我是一個軟弱 無力甚至是一個巨人 但是我相信 主要今天我能夠邀請你 進我生命當中成為我個人的救主的時候 我就能力勝過 也能夠幫助我的另外一半 誰是耶穌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們祷告 Amen 在螢幕前面的你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請掃描一下以下的QR Code 好讓我們的同工可以更快速的聯繫到你 這樣你才能更加認識我們了解我們喔 所以請大家不要忘記收看我們每逢星期五 晚三六點的補充回來喔 我們下期見 Bye